六月電價馬上就要挑戰囉 行政院上午舉辦了節能啟動儀式 還吵來美女主播來代言 請啟動 響應夏月節能 美女主播贏過目前 拼新聞專業代言夏季節能活動 還有比誰的省電小屁股最有用 老舊家電它比起一般的節能家電 可以說是耗電量又多了2.5倍 所以今天我就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要特別選擇像是有節能標章 或者是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當中 這級數較低較小的家電 夏季省電第一步 請跟中天主播李亞倩這樣做 開換老舊電器省錢效果最直接 卻不是每個人都有預算 炸大錢 家裡面不用電器的時候 把電源關掉關掉 然後再記得要把插頭給拉下來 就可以減少待機的用點 隨手關燈做環保 其實小學老師就有驕傲 但找來美女主播分享六大省電招數 就是要你牢牢記住 不但內容豐富 而且賞心願望 六月電價就要調漲 如果官員出馬 交節能 就怕被酸一手掌電價 一手交省電 找來美女主播親自教學 每一招都有數據證明 假如還嫌荷包失血 不如學前馬總統的終極絕招 也是馬總統很喜歡講的例子 就是當你覺得不太熱的時候 多用電風扇 少用那個氣筋 雖然是老調重談省電招數 但找來六大美女主播背書 不只增加民眾印象 畫面也比總統院長親上火線 上興悅目 久仙人網站 台北蔡桃桃